星期三将会带来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 绝对值得您的关注 首先在早上9点30分发布的是 9月份英国劳工报告 8月份的失业率保持在42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就业率上升 10点钟欧元区贸易收支平衡将出炉 因为出口增长快于进口 8月份的贸易顺差加大 下午1点30分 未受关注的10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发布 9月份的月度核心通胀终于上涨 符合预期 而前期5个月的下滑令人感到惊讶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非常重要的 10月份美国零售销售出值 由于消费者急于弥补飓风际带来的损失 9月份的消费额强劲增长 下午3点钟 9月份美国商品库存将发布 由于企业预期未来需求增长强劲 8月份的库存量出现显著增长 最后在0点30分将要发布10月份澳大利亚劳工报告 9月份的报告结果令人意外 因为失业率进一步下滑 就业增长也超过预期 以上内容为10月15日星期三的经济之力 下期节目还将为您带来星期四的重要概述 敬请关注 再见 goodbye for n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